到捐款站了 啊 楼下这么多叔叔阿姨 都要亲眼见证 你爹捐款这一壮举 什么 他们没有掌声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掌声啊 谢谢啊 听听 这么多人为咱们加油 我马上就捐款 儿子 这是一百块钱 我要用手机的视频把它录下来 等你回家咱们看一看 啊 儿子 看好了 爹 要捐款了 走你 儿子 这一百块钱虽然不算多 但是 这怎么多出一百块钱了 我手机呢 哎呦 天哪把手机扔进去了 哎呦 这怎么 不是这有人没人呢 有人没人 谁管这箱子呀 这咋整啊 这 哎呦就在这儿呢 不行 哎 哎 够呢 别捣乱我还没够着呢 偷多钱了 这才一百 这才一百 偷一百 还偷呢 这什么玩意呢 还算成像了 啥偷啊 谁偷了 你手现在插在捐款箱里 不承认是偷 看清楚 我是来捐款的 捐款都是往箱子里放钱 从箱子往出拿钱 那就叫偷 你懂不 大哥 我手都偷不出来呢 还偷啥钱呢 手想拿出来啊 当然了 我帮你忙啊 谢谢大哥 你是准备把这手留在箱子里呢 还是准备把胳膊一块卸下来呢 大哥地方你随便挑 我听你的 咬牙挺住啊 一 二 哎呦 哎呦 你吓死我了你 啥话不用说了 来过来过来过来 人证 物证都在 赶紧跟我去拍摄所 不是人证 我看到一个小人 你哪有物证啊 手里一百块钱 这是我的钱 谁能证明这钱是你的 这是我刚好捐的钱 你那叫捐钱吗 对啊 我可没看你捐过 我光看你往外偷了 大哥 上眼看清楚 让你看到我捐款 捐了 你这不叫捐钱 你这叫物归原主 你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我真是来捐钱的大哥 你看我这不是捐了吗 不是 你这不叫捐 你这不叫捐 你跟我说 但是怎么回事 哥你别着急啊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那是捐款 结果呢 比较激动 我把左手 拿前的手啊 当成手机了 把右手 拿手机的当成钱了 我想拍个视频 结果一激动 打手机掉捐款仙 你是个大傻的 大哥你怎么知道 我这号呢大哥 你这巧啊 不是 我就不相信了 这手拿钱 对 这手拿手机 对 是能掉里头 是怎么能掉里头呢 大哥 我手机怎么掉不进去 大哥 我当时是打电话 说他掉进去的 打电话呀 对 打开没 打开了 看着 这手机掉不进去 不是 我当时还说话呢 说啥话了 儿子 看好了 我看着呢 你骂谁呢 谁骂你 当时我说的就这话 哦 这话呀 儿子 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走你 等下去了 就这句说 对 儿子 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走你 这手 大哥你怎么真松手啊 大哥 我没骗你吧 大哥 怎么办 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等人来取款的时候 打开箱子 钱就敲出来了 手机也拿出来 那得几点呢 我晚上八点的火车 回家过年呢 那咋办 实际上你手真松的 等吧 行 等吧 大兄弟 你怎么想起捐款了 我儿子 考线高中 别拍我 我儿子 考线高中 考了个第一名 全线第一名 一千多人 当时家里吧 生活比较困难 是乡亲们凑钱 让他上的学 现在我有钱了吗 我说我也捐一点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感恩吗 对对对 没想到我 这一机动强 把那手机给掉进去了 这都几点了 这没人啊 这没人呢 怎么办呢 这是 哎呀 急死了 我有事呢 哥 咱得想想办法呀 大哥 你刚才说 你是干什么来的 干啥的 我是木匠 九级木匠 大哥 我善意地提醒你 是个木头的 我知道是木头的 啥意思 什么啥意思 木匠 见着木头 还能干啥呀 绿龙 手机就拿出来了吗 你太聪明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整的 小菜一天 十五秒钟 搞定 大哥 我帮你推 来 来 走 咱俩手机 谁先掉进去的 大哥 是我先掉进去 后掉进去 那你先来 大哥 大哥 这玩意我不会使啊 跟我耍小聪明 说 不是 我真不会使 你九级 我就是一干招级 不会使这个 这回是不 大哥这啥意思啊 还不明白啊 咔咔咔咔 把箱子砍开 手机拿出来 走人 这位是这样 我砍你去 咱俩一块找 不相证明 没问题 听我口号啊 你喊啊 来 喊齐点啊 一二三 别动 你 那整个合影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 捐款呢 捐款 对 我从来没见过 拿具和拿斧子 来捐款的 我好告诉你们啊 这人证物证就在 走 跟我去派出所去 同志 人证我们承认 这物证在哪呢 对呀 在你手里呢 不是 这一百块钱是我的 谁能证明 这一百块钱是你的呀 他能证明 大姐我跟他不熟 你这人咋 你别从他来 你看他 你那边站去 不是我 不是一会儿的 不是我 我确实是来捐款的 我没看见呢 你没 看见了吗 捐进去了 大姐刚才我还捐一百呢 这不叫捐款 这叫目归远主 这话刚才好像谁说过 你说的呗 不是我们确实来捐款的 对啊 是吗 那他拿斧子干什么呀 他那个砍箱子 他拿鞠子干什么呀 这是锯箱子 这不就是偷吗 不是 你们知道吗 这都是老百姓的爱心钱呢 就这样钱你们都偷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呢 同志 这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事确实是由他引起的 对 他儿子考上县高中了 一千多人考上第一名 你想想 农民的儿子考上第一名 多不容易啊 他特别激动 特别开心 就准备到这来 现在爱心 捐点款 捐一百块钱 结果呢 他一高兴一激动呢 就把这事整烦了 他以为这个钱呢 手机呢 以为这手机是钱呢 完了就 等手机就捐到 捐款箱里了 那个大傻子 这个情况基本属实吧 大姐 小个子说的基本属实 这个你信吗 我不信 别说你不信 我也不信 大哥你不信 他怎么可能呢 于是 我就来一个情景在线 对对对 我也实验了一把 结果呢 就那么寸 我手机也等 掉进捐款箱里了 继续编 你不觉得你俩编的故事 有点假吗 他说咱俩这故事 编的有点假 大姐啊 我们俩就编的 就不算太假了 什么叫 不算太假 就真事 行了 别磨叽了 赶紧上看厕所 不是 大姐 你打我电话 我电话还在里面呢 对家里头 如果想了 就证明我俩说的是真的 你就得相信我俩 那你手机多少号 我说 要 要多少 后边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大姐 你能不能尽钱说话 这烦人的 咋都听 上面听了 听 听了 您好 文波甲的电话 暂时已法接通 请稍后再多 这什么手机 怎么还没信号呢 这破手机 不是 这箱子屏蔽 没信号吧 大哥 他跟他上派出 上什么派出 出来了呀 那个同志 这个 他手机没信号 不要紧 我手机肯定有信号 你打我手机 我手机也在这箱子里 对 那你手机多少号 那个 要 贼心眼这么多呢 听听听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 以暂停服务 什么 还欠费呢 你 少不欠费 晚不欠费 骗这一节目 行了行了 行了 您俩别在这 骗了 行不 这一个手拿的钱 一个手拿的手机 他就能掉了 对不起 不不 大姐 你如果实在不信 你也可以跟他一样 来个情景再现 对对对 你也情景再现一回 那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 好 大姐 儿子 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大哥他上拍子 上什么拍子 对对对对 关键两个字 你没说呢 对小俩字 来俩字 走你 儿子 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走你 进去了吗 没进去 没进去 进去了吗 进去了 还有没有 进去了 是谁把我们翻摇 上来 呀那走 是谁把我们 这我的手机掉进去了 你们俩至于那么高兴吗 不是高兴 这能证明我们俩是清白的 对 嗨 我相信你们 这样吧 你们在这开箱子 我去找负责人 把这箱子开开 把咱手机好拿出来 太好了 咱都看好了 好 那个大姐 大姐 那个一百块钱 你还拿走啊 大哥 反正我 我不好意思拿走 那我肯定也不好意思 肯定我放箱子 哎呀 我都让你俩给闹懵了 我也是来捐款的 哈哈哈哈 好 肯定我